以后轮到那些怪物怕咱们了 五哥为我 走 回去让冬子他们见识见识 我如今的实力 五哥 请 这 这是什么情况 五哥 你终于回来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都是夜明那个臭小子干的 他 他还把咱们的物资都拿走了 什么 夜明 这次我一定要亲手帮你 碎尸万段 到了 这就是我给你们说的临时基地 你们先把行李放好 我去把沐昕叫下来 好的 沐昕 我回来了 人呢 夜明 快来 厨房有张纸条 在哪儿 就在那边的冰箱上 叶大哥 超市有轮牌 我替你去看看 这傻女人 外面这么危险 她居然一个人出去 不对 如果按照因果律 沐昕在未来会成为九星强者 那就绝不会在这里丢掉性命 叶大哥 你的朋友不会出什么事吧 这里没有打斗痕迹 应该没什么危险 我要去纸条上 提到的超市看看新轮盘 你们几个呢 我要跟你一起去 这几人里 初音对我的信任度最高 感觉也十分敏锐 能帮我分担不守压力 那你跟我一起吧 也带上我吧 我学过急救 一般外伤都可以处理 肯定能帮到你们 莫叶 你呢 要留在这里吗 废什么话 你之前亲口跟我说 咱们是队友 要去当然一起去 好 那就一起去 出去一趟要耗费不少时间 集体行动 还携带大量的物资 除了莫叶 梁初音和陈慧 都是普通女生 没办法带太陈的行李 怎么办呢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我想随身携带更多物资 你有什么办法吗 让我想想 有了 你等我一会 好家伙 这也太夸张了吧 这东西你从哪搞来的 这是我们局里的工程车辆 一直停在地下车库没开过 油箱都还是满的 现在正好能派上用程 有了它 你想带多少物资都没问题 遇上普通的怪物 甚至可以直接压过去 太棒了 你可是帮我大忙了 客气什么 咱们出发吧 沐昕的字条 没有明确的地址 咱们就从最近的那家超市 开始排查 真棒 平推过去之后 再回头捡怪物身上 掉落的魔晶 省了大力气 你先别高兴 怎么感觉 好像有点不对劲 没错 怪物的数量很不正常 附近的街区都被我清理过 不应该还有这么多 而且不是冲着我们来的 像是 在逃跑 你们快看 那边有什么东西过来了 好可怕的战斗力 那到底是什么 不好 居然是四阶的变异白源 这家伙力大无穷 极其残暴 我记得那家伙的弱点 是背后暴露在外的脊椎 不好 看我这边来了 都坐稳了 我尝试着甩开它 叶鸣 他真上来了 陈老师 救 救命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